一些移民个案分析 我觉得这件事挺有趣的 一位港男一家大小 三年前卖楼 买了一层楼 拿300万来移民英国 当地难找工作 加上开支很大 每年花80万 最终有三大原因 所以回流香港 三大原因 没钱就是一个最大原因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上网看的一篇文章 当然我们证实不了 是坚定流 但我觉得有人会这样做 但第一个疑点就是 为何你卖楼可以卖到这么便宜 三百万 你那层是什么楼 纳米楼 你在香港 譬如三年前 2019年是高峰 我不知道你那层 拿着什么楼 还有没有三百万的楼 在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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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五百万至九百万 不等 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 人放楼他放楼 卖完楼也只有三百万 一家大小 家里有三个人 首先来到英国 找不到工作 是会有这样的风险 事实上是有的 也很大的 因为 就算你找到 也未必好做 例如找到 例如找到一万多元 一万五万六 也不够 你要做到很迫糕 或者很辛苦 跟你在香港 轻轻松松 赚几片是差很远的 这是真 这是真 所以这篇 这个个案分析 是有真实性的存在 我觉得 可能是真也不奇怪 他就说他又找不到工作 又不想做劳工 或者送外卖 每天就留在家 加上物价高企 都高的 他慢慢升上去 通胀 洗肺一出街吃饭 逛街就好像倒水 最终三年过去 只剩下十万元左右 只剩下三百万元 三个人 只剩下二百四十万元 只剩下二百四十万元 现在可能剩下七八十万元 那决定回流 原来他没有买房 只剩下三百万元 三个人是如何计算呢 首先我第一个观点 我很早在台上说过 如果你没有钱 就不要过来 第一 第二就是 一家大小可不可以过来呢 是说中产 有千多二千万才好想 一千万 如果你一家 一家多厚 三百万真的可能到五百五百万 樓你都买不到 随时 好像买我这种形式 然后你都开始没什么钱 买完之后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还好 我几千万就花费 加了 水和煤都是几千万 但他一家大小 随时两鸡 两鸡多 就是倒水 比如吃东西 出去吃东西 我这个人当然 你看到我现在 整个月都没有出去吃东西 都是买东西 不断买东西 挤在粮仓上 过门 我这个人还好 一家大小 你的子女会吵 偶尔都要吃一个 Fly Diner 或者你老婆也要吃 你不吃 人家也要吃 你老婆又不会煮东西 煮到这么高 整天在厨房里 整天在厨房里 吃东西都很重要 如果你煮得不好 一家大小会吵得很厉害 我自己 因为我暂任了两年 自己做东西 当然跟外面比 我觉得有得快 认真的 我觉得有得快 我跟外面比 做正效 我觉得我都会做 但是你不担保自己 或者你老婆也可以 怎么也要偶尔出去喝茶 开心一下 感受一下 整天在家里也不行 所以现在大小会多了很多问题 多了很多开支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 生活开支方面 大家要如何生活开支 如何可以一年花80万 市主透露 男友人一天 一家每月花2万元租楼 他2万元租楼 我不知道他租什么 3个人 2万元 租什么 他住在伦敦 我估计他住在伦敦 所以才2万元 如果你说我们这里 你一家三口住两房 都是1万元左右 租的话 一家三口 那已经很漂亮了 还可以住在一个 城里面 一万多元 如果你肯住一些 我们这些位置 就 我想七八千都有 一家很大的 可能Sammy 或者Terence 一万元都不用 我相信 这些位置 不能给到一万元 因为工作机会很少 很多东西都很少 但我理解的 你2万元的位置 可能很漂亮 伦敦 估计是这样 不得而刺 他没有说地点 所以这篇文章 是似作又不似作 但我相信15万人 这么多人 一定有些人是这样 食饭 上网 电视费 水电费 每月两批 食饭 水电煤 可不可以调到两批 你吃饭 我不知道 因为你是不是要餐餐吃 餐餐出去吃 你偶然一餐 我假设了 因为我也接触过香港人 他们有喝茶的习惯 喝茶一餐 封剑油人 几百元至一千元不等 我当一星期四次 一个月四次 每个星期 星期六日出去玩 吃东西 洗一千元 四千元 我真的没有四千元 你三个人吃 三个人吃 三个人吃 那是不是要凉皮 我自己一人 如果我超市买菜 就 两千元搞定一个月 我计过 吃得很好 最好 例如我一个星期 洗300至400元 超市 计算数 400元左右 4 416 16 1600元很好 我洗不到50磅 超市 我买一转送 不用50磅 大家拍片 有证明 不用50磅 1600元 如果你说三个人就乘三 预计 那你三个人 那我当他 真的要二千元 在家里吃 那三个人 就六千元 六千元 加上刚才喝茶费 一万元 接着 上网 电视费 水电煤 可能要的 我不知道他家的电费 可能很厉害 不知道做什么 他那间是不是豪宅 他租了一间 但是很厉害 如果三个人 花了两万元 很豪 很豪华 所以我理解 就算我当这个案子 可能有点离奇 不用两万元 如果你一家三猴 但是起码 我觉得一万都要的 你放下 水电煤 是很慢一点 水电煤 接着吃 吃好一点 真的 真的 这个真的难 我一个人很容易解决 很愿意 我自己判断 你山珍海味 你递过来 以前 寶妈经常递那些 山珍海味 我不吃的 我吃过三文治 煮过面 我就很满足 没有公仔面 我现在反而很不满足 周深不聚财 我现在真的 遲些打算出去买 所以 你说 需要两万呢 都可以的 真的有机会 所以那条数据 我觉得又减不了 出奇地 OK 买二手车 十多万元 二手车 有便宜有贵 如果买较好一点 可能是十多 不出奇的 所以我很佩服 我做工厂的时候 每个都开明跑 靓车 他们的钱从何来 很夸张 像那辆车几十万元 几十万元 开回公司 几十万元 我不知道 等于你一年 在工厂找的钱 拿去买车 有些人会这样 所以有些香港人 那个底很厚 可能一千 一千粒过来 所以不做事 慢慢烧 他们都没害怕 但如果你说 预三百万元 三个人就更敏 三个人 入油 维修 排费保险 十万元 这个费用 我就是 所以我一直不学买车 因为这个费用 我给不起 坦白说 我现在一条影片 是没钱的 很大量的影片 都是没钱的 如果说我一条影片 几十万元 这些车 当然是买一个 而且都很不稳定 不稳定 所以我也不敢 乱去 去买车 买车 女儿学费 生活费 一年十万元 即是女儿的学费 不是算在那两万元 那里 女儿也另算 女儿 为什么 学费 生活费 那么厉害呢 我不知道 而女儿这些东西 都可能要花点钱 即合共一年 花费最少八十万元 我不知道 她什么保险牌费 为什么要十万元 那么厉害呢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 即是她一个月 要维收一次 她是什么车 老夜车 这个位置有点古怪 二手车十万元 OK 我以为她三年 加上十万元 维收费 保险牌 一年你买车 车身费十万元 Extra再给十万元 我不知道 你这辆车真的很垃圾 那辆二手车 然后女儿学费 和生活费 那里也是一个迷团 为什么花了十万元 一个人仔 不是黏着她和她一起住 一起住 学费 我不知道她读哪个学校 学费应该是 看多大 应该都是免费的 如果不是 读大学就要钱 读一些好的学科 可能要护金 生活费 生活费 即是你给个小朋友 去读一下 補一下习 学一下东西 学一下东西 十万元 我想都要挂 一个月花几千元 在一个女儿那里 可能都要的 可能都要的 感觉上挺黄帝女的 都挺黄帝女的 感觉上 Whatever 我就暂定 这个案子是真的 下一年花80万 哈哈 但有一个逻辑问题 80万 324 是240 即是三年来 真的 烧光了 那300万 他真的挺厉害的 这个港男人 真的 另外 男友 男友人 形容 英国种族歧视 问题严重 一家人过去 三年也没有 结识到英国人的朋友 亦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 在这里 歧视严不严重 其实不是很严重 其实我上两份工作也好 不是很认识到英国人 真的 我自己 自己 接而已 那不关他们的事 我看到有些同事 他们都挺能玩的 跟那些 鬼佬 那些 鬼妹都能玩的 是我玩不了 是我有问题 不过 甚至我在香港 也有一个问题 也未必说 跟同事很关键 很个人的问题 歧视就不是很感觉 他们很在意 歧视这件事 倒反转 你要歧视 他们反而更在意 理论上 歧视就 不是 因为他们很杜绝 这件事 很杜绝歧视 不希望歧视存在 所以 都不希望同事之间 有所歧视 他们很在意 所以倒反转 我觉得不严重 也没有问题 譬如我住 这个街上全都是八人 都关门 你一家我一家 都不会互不相干 何来歧视呢 你连接触都没有 你都会说 这句话也对 你都跟他们 都没有交往 何来歧视呢 歧视都要跟你 你招职相对 常常相处才有歧视 你又没有上班 你又怎样有歧视呢 所以这篇文就有少少问题 他就认为 没办法 要回香港 很奇怪 妻儿和老婆子 都留在英国 先自己回香港 找个豆 再买一间屋 或者租个豆 然后他就说 心立了 没办法 顶到六年了 不如尽快回流 还有一线新机 当自己去英国 旅游三年就算 我们先不要博估 数字这么大 不奇怪 那些人花大了 如果一家大小 如果你这么重 回流都对 不要小看整个移民英国 射钱的速度 或者是那样东西 不要小看他 第一件事 他射钱也真的射得很快 第二就是 他赚钱 你真的觉得很难 在这里 市主 即指 现时在香港租楼 1.5万 亦只能租到 扭宁数十年的两房 残庄旧楼 那没办法 香港租楼 就算是这样 你几千元 住劏房 更惨 更惨 我觉得这个市主 但这篇文是很古怪的 不知道是否被蓝鲜寫出 他有一个网民有什么 我不知道那些什么网民 是没有留意楼市 最惨的 香港的楼 对比2019年 已经升值 有三球都买不回 不是吧 为什么倒转 好像叫大家留在香港 那种感觉 不要走 那么奇怪 我不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香港的楼不是跌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有三百万 第一个不合逻辑 就是 你怎么会放楼 放得过三百万 这么少 你会趕到自己住得这么坦 这么正 你一家三口 好像 你过来租两批东西 你住得很好 香港 我们的万城看不起 对吧 你住得三百万 我又理解不了 三百万是 那些什么零 垃圾堂楼 都未必能买到 你住零 我解释你住零 屯门 三年前都是三百多万 放了出来 现在 你持住三百万 你也可以买回 何况三年前应该不三百多万 四百万 四五百万 起码你一放手的话 所以 这篇文章是有 即是立即上阁 这篇文章 说真的 应该都是蓝丝文章 不过拿来说一下 再一个话题 这些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网民 都不是受不了六年的问题 在那边 不是人人都可以 长久住下去 老实说句 BNO 有没有三成 真的喜欢在英国生活呢 年登仔 是高达八成半 是选择不回流的 年轻仔会挺喜欢 因为年轻仔 都可能比较年轻 我们这些中年人士 其实都喜欢的 不过 你仍然在地球表面上 对不起 你仍然走不出 地球的 万有引力 地心吸力的影响 你仍然有 社会的问题 住屋的问题 家企的问题 自身的问题 存在 所以你过来 你没有烦恼 我绝对不是 只不过是烦恼都不同了 换了另一个形式 它仍然存在 存在 存在之中 不过减 空间大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融后的问题 你便自己再慢慢想 至少有空间 让你想想 像我今天 我都不用在公屋 拍片 没有钱便没有钱 至少拍片 拍得有专业 对不起 租楼 租楼也未必是大问题 找工作才不妨 是真的 租楼有钱 有钱便肥 找工作是否不妨 这些应该是蓝丝的语气 这篇文章 应该是蓝丝文章 但这个是对的 不是蓝丝句句都错 这句是对的 找工作是很大的问题 我承认 不知道为什么 这篇文章 他留下有些留言 这条路他自己选的 不要陪他一起傻就可以了 他安排得这么好 当自己 当自己是他的经历 学一下东西 对 摆明 这些五毛写的留言 首先这个例子 我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我当他是真 那些疑似五毛的网民在说话 这条路他自己选的 那你留下自己选 到时你想国泰 被人吵两句 踢下机你不要哭 都是这样说的 我们移民的 对 是 直到是蓝丝的 我这年半 都有两个认识的人 2021年走了又回来 吃饭在这里 心想 你自己拿来的 只能说 抵死 哇 真的 哈哈哈 移民 你说有没有抵死呢 我不知道 至少我现在 我现在 买了一层房子 买了一层房子 资产不会跌 相信他没有什么 怎么升 也没有什么 怎么跌 找不到工作 是有点 问题 有点 问题 但事实上 生活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最重要 就是没有政治的威胁 这个是得到一个释放的 反而是 whatever 跟大家 纯粹一个 疑似个案分享 没有钱 要败走 也没有口罪 但他的费费 真的这么大 量入而出 我觉得 不轻的 一家大小的 我也知道 有车 所以你见到工厂的人 哇 不做不行 都要做 很辛苦 都要做 不像我这样 哎 很瀟灑 断射来又断射来 所以 每个人生的设定 都有他的 不同的难处 好处 说了这么多 多信